他這個已經可以邊走邊存檔了 OH FUCK 唉唷 存了什麼爛時機啊 那你要不要去那邊洗個澡啊 OH SHIT 不行 他不能過去 我想是那邊有個洞 你可以用魔法鑽進去 結果你的魔法居然連一個陷阱都對付不了 我真的太失望了 圍繞著爆炎 尖叫著像地人這種衝過去 你這個是神風特攻對嗎 你的神風是這樣來的嗎 對 編織別 不要不要這個喔 身上已經有文具了 旅程日記承擔我感謝 真方便啊 啊陷阱 竟然把炸彈設置在門上 我的意識慢慢遠離了 GAME OVER 我到底看了聲笑 注意陷阱這樣寫著 對隨便改名字的人是以詛咒 到底怎麼回事 沒有沒有他這個不是隨便輸入的喔 他那個是作者清訂的喔 HOLY 要觸發Flag才能進去 你問為什麼 說不定有BUG啊 這是怎樣 厚厚厚 謝謝喔 OH FUCK 他這兩個都可以啊 他這兩個都可以啊 然後他有一個叫做鐵袖子 說到了還玩伴雷 感覺我們有點相似呢 這樣啊 我嗎抱歉對不起 好這邊的話就沒什麼了 OH FUCK 為什麼這麼偷工剪掉 我們這樣就結束遊戲了 因為接下來沒什麼改變啊 他這個已經可以邊走邊存檔 OH FUCK 唉唷 存了什麼任時機啊 醫生在... 唉唷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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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還是算 打不開 這上門被下了詛咒 怎麼怎麼會 在這個魔法世界中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不只是強力 詛咒源頭也找不到 只要找出下詛咒的人 打打倒便可以了 吃出真正的力量的時候 讓我殺掉你 靠北啊 唉唷 我沒有想說我要 試著開台的時候借髒話的 他完全不想讓我借耶 他這個是後來出現的 他那個是後來出現的 連女生都來了他這個人 呵呵呵 有沒有辦法解決一下你這種王道的勇者體質 我也很辛苦耶 身為勇者 行為舉止 必須和勇者一樣啊 勇者這辛苦 我到底玩了什麼 大家都在說謊 真是討厭這種故弄軒 怎麼的演出 絕對是Flag記下來比較好 死勇者變態 所以我看看會不會快樂鳥子 應該不會啦 一過來我馬上過去 就是現在 說Fuck 為什麼 我走到底下了耶 對啊 我剛剛走這邊不行耶 為什麼我剛剛會死啊 為什麼我剛剛會死啊 至好跟我說欸嘿 什麼都沒有啦 沒有 我拿到什麼物品 又可以開門了 因為剛剛他說要先立好Flag 什麼東西啦 現在到底是怎樣 我覺得這根本 這根本就是 這什麼勇者大冒險 真是做死大冒險吧 FIRE贏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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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陷阱 你得耍我啦 他想錯我的心聲了 我決定了 妹妹就是你了 喔喔喔喔 我決定把你排在這前面了 聽到聽也是聽他慘叫 比較賞心悅目 喔齁 什麼氣息 怨靈 詛咒元凶就是這傢伙 追上去 YES SIR 他是不是覺得我眼瞎了 沒有看到前面那兩個黑黑的啊 是不是我就說嘛 那邊多了兩個黑黑的 還有我眼瞎是不是 寄望 耶 殺小 不行我覺得 我覺得我快要 我快要崩潰了 欸 礙事 欸 這樣子的話會打到頭喔 我以為在不同格他不會有事耶 錯電視炸彈 剛剛那頭爆掉做得不錯耶 我平常心講好不好 那頭爆掉我覺得做得不錯 那兩個假的掉下去才是真的 鳴眼的陷阱就是 喔 噱 weiter 神小啦 神小 誰要白癡到往那邊走啦 唉呦 這個陷阱是在幹嘛的 太可愛了吧 你不小心 那現在那個速度快得跟鬼一樣 是誰會無緣無故跑過去炸啊 欸 不對我剛剛就炸了齁 所以我想說試看看這格的數到底是怎樣 欸不要跟我說 Fuck 過不去 太慢了 欸不要跟我說 那個喔 不要跟我說 等一下 那個我也會被追喔 拜託 不要告訴我 我等一下這樣被追我會哭喔 怎麼都沒有 這邊沒辦法先打開嗎 梳妝台一定是女孩子的房間 那你要不要去那邊洗個澡啊 OH SHIT 不行 他不能過去 我想說那邊有個洞 你可以用魔法鑽進去 結果你的魔法居然連一個陷阱都對付不了 我真的太失望了 這是別人的日記 而且有鏡子 這是女孩子的日記喔 YA 你在YA什麼 為什麼那麼興奮 我看看 我並沒有瘋掉 像佛祖的 像佛祖一樣的模樣呢 真令人失望 這傢伙傻鬼 出現了你這怨靈 讓我把你收成危機 拼了 加奈子出現了 先發攻擊的機會 回來 所以這個怨靈果然是加奈子 喔 那滴滴咕咕什麼 聽不清楚 不要在意 最佳我一定是魔王的手下 你是哪 幫你大下八塊 戰鬥 特殊攻擊 我在想喔 這是什麼力量 來吧 然後 15點傷害 很強 特殊攻擊 魔法劍 來吧 欸 不是不是 我要用那個 敗呀吼 敗呀吼 這才是勇者必殺架式 這到底是詹想 我看了頭好痛喔 神風 圍繞著爆炎 尖叫的 像地人這種衝過去 你這個是神風特攻隊吧 你的神風是這樣來的吧 這個是神風特攻隊是不是 喔 擺坐下前衝的架式 像那樣的攻擊 到底 到底 我到底玩了什麼 我頭好痛喔 神風特攻隊都來了耶 戰鬥勝利 啊出了一身汗了 你看 燕尼慢慢升上天空了 那是被你們砍死了好嗎 人家搞不好原本沒死 被你們砍死了 大哥 經典 我到底看了神像 不是只有你們這樣覺得 我也這樣覺得好嗎 我現在整個 頭髮毛在修啊 我頭好痛啊 多麼安詳的表情啊 人家那個是安息啦好嗎 安息你懂嗎 他一定是在等著能達到自己的敵人 你以為每個人跟你一樣是抖愛的喔 噢天啊 再見了 我不會忘記你的 話說你知道他是誰嗎 永遠 他到底是誰呢 哈哈哈哈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誰啊 我們玩完了 我到底看了三小 好痛好痛喔 所以 所以取其他的名字 什麼 變形金剛啦 眼鏡蛇啦 麥克 米奇 鐵袖子的話 頂多就是前面對話出現一點不一樣 取啊 是作者放棄劇情的故事 然後取月子是真結局 就是完整的知道他們整個故事經過 加奈子美奈子是被打死的故事 嗯 好 所以代表剛剛那個怨靈的確是加奈子 不用自已的 然後 美奈子的話應該就是那個黑長直的那一位 美奈子應該黑長直的那個 我們操控的角色 就是一直在跟美奈子講話那個才叫月子 如果我沒有那個搞錯的話應該是這樣子啊 對啊 那 可是有一點 有一點我搞不清楚是 加奈子他是被 是誰才是鬼娃 是加奈子嗎 加奈子他 我記得他說鬼娃的特徵是滿頭白的 然後他有提到另外一個什麼先生 那個先生就是把那個肥主幹掉的那一個 然後後來他就說跑過去那個 這躺 躺魂躺進去 躺魂是怎樣 復生喔 月子是搞復生的那個 月子不是後面拿刀把加奈 把美奈子幹掉的那一個嗎 是吧 後面我們在跑的時候其實是月子在跑 不是美奈子在跑吧 我們那時候雖然操控是美奈子跑路啊 可是如果照這樣看的話感覺應該是 月子 月 後面我們超過的是月子在跑路 然後美奈子想要拿鐵錘砸我們 唉 簡單的說加奈子因為某種原因死掉了 然後美奈子 美奈子也嘻笑了 然後說什麼被那孩子進入之後 他搞不清楚自己是誰跟對方是誰 應該是這樣子吧 跟到少女衛談 喔所以這代表說我們還要玩少女衛談 才會知道嗎 那我你們覺得我們 欸少女衛談劇情很長嗎 我忘記了